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第三隻眼睛帶你看世界 最近中共中央廣播電視總臺 2024年春節聯歡晚會 發表了晚會將要演繹的主題 龍行答答 欣欣加國 而其中絕大多數國人不認識的答字 引起大家熱議 今天就為大家帶來時政評論員 楊玲對龍行答答的精彩解讀 楊玲說中央廣播電視總臺 說龍行答答是形容龍騰飛的樣子 昂陽而熱烈 2024年晚會以三個龍的答字作為主題 目的是藉此描繪14億中華兒女 奮發有為昂陽向上的精神風貌 不過正如中共9月在杭州亞運會 使用的古代祭祀驅邪禮器 去年中亞峰會 用祭祀舞蹈迎接外賓 順便說下還有在參加APEC 會議期間在下塔的酒店那裡設置靈堂 以及開著靈車 這些都是對外傳遞不祥之笑 而今次中共刻意選取的龍行答答也都並非什麼美意 很不容易找出個令人覺得高級的詞彙 就再次透露出兇笑 《答字》最早建於南梁顧野王所賺的一部《星韻學》方面的字書 《玉篇》 書裡的解釋是《陰答龍行答答也》 而早過《玉篇》的《看待的說文解釋》裡的記載 是近似另一個漢字 兩個龍字組合的《答字》 解釋是《答》 《非龍也》 《松二龍》 讀約《答》 翻越先秦文獻 就不難發現 凡是有龍出現的 一般都是兩條 所以甲骨文的《答字》 呈現的是兩條地位平等 平起平坐的龍 清代康熙字典認為 三條龍的《答》和兩條龍的《答》是相同的 並且將以往的歷史對它的解釋 較為完整地磨裂出來 除了《說文解釋》和《欲篇》之外 還提到現時已經失傳的《陸書》《精韻》裡的解釋 即是《陣報也》 《二龍飛》 《威寧盛黑》 《見者棄奪》 《故攝從此醒》 攝指的是喪膽懼懼懼的意思 這句說話的大意 就是兩條龍一起盤旋起舞 令人感覺到震驚恐怖 看見的人嚇到膽喪或嚇到雲拍都不齊 此外 南北朝元松的《易學著作》 《袁包經》的解釋是 真龍之黑、亭之惑 轉若二龍怒也 黑有發生的意思 大意是兩條龍上下飛船 由於動作快速發出巨大的聲響 轉是指左轉 也就是左轉說 兩條龍在發怒 由古籍來看 龍行搭搭 實際上說的是 兩條上下飛騰的龍在發怒 而他們是彼此之間發脾氣 還是對世間的事表達憤怒 就不得而知了 但是就絕非是中共所說的是什麼 騰飛、昂揚而熱烈的意思 那大概就是為什麼 古代王朝、興賀典禮和趙令 見不到用搭字的原因 而中共御用的文人和御用官員 都為了迎合只有小學生文憑的 當今聖上的口味 本住自越難就越有學問 龍越多聖上就越高興的想法 選擇帶有釋放雷霆之路意思的搭字 我只能說 太厲害了文化人 這些所謂的文化人 不知道的是 那麼多龍帶來的 不是什麼順風順水 風調雨順 昂揚熱烈的寓意 而是很有可能 在一場預示2024年 上天將會展示 雷霆之路的龍捲風 為什麼這麼說呢 我們知道龍的文色 由遠古的玉石飾物 陶器等 就開始被大量應用 甚至一直到後來的工藝 書法 繪畫 服飾等 龍在中國人的社會裡 是一種尊貴 吉祥 莊嚴 和神聖的象徵 在中國的神話和傳說當中 龍是具有蛇身、惡手、蜥腿、鷹爪、蛇尾、六角、魚鱗、口角有鬍、厄下有豬的形象 可見它並非是人間之物 而是天上的神靈或神獸 中共散拳之後 不承認中國的神傳文化 於是就和龍落了定義 說看龍的獎項是拼湊出來的 是五種動物的結合 而他們根本就不敢想 這些動物實在是源自於龍 楊寧跟著在中國歷史上 關於龍的正面形象 提出了下面幾種說法 一 龍是傳說中的四種長獸之一 也是聖賢帝王出現的御兆 並且漸漸染變為皇帝九五至尊的象徵 像皇帝、帝瑶、大禹、漢高祖、漢武帝、唐太宗等 或者死亡或者登基的時候 都有神龍的碎像出現 帝王所著、所住的宮殿 都有大量的龍形文色 這也大概是後世皇帝 叫自己是真龍天子的原因吧 二 龍是上屆神通廣大的神靈 像兩俊時期著名文學家 分古學家郭鵬 他在山海京圖所創作的賺詩 就是這樣寫的 黎幽山有應龍者 龍之有翼也 色癡猶豫皇帝 令應龍供於企舟之野 鋁窩之士 盛雷車伏駕應龍 下雨治水 有應龍以美滑地 即水泉流通 分古學指的是 研究中國傳統古書裏 詞異的科學 世俊的觸法戶 即是易經家 所譯的佛雪龍海王經裏 佛在寧宙山的說法 有海龍王率旗 眷屬前來聽說 並請佛降臨海底龍宮 授旗供養 還有小說西游記裏的 孫悟空向龍王借雨 封神榜裡面的拿渣 打死龍王三太子等 雖然龍所扮演的角色 不是全部都是正面的 但是龍顯然是擁有神靈的力量 是屬於上界生命 三 龍是神人駕馭的神獸 好像古代歷史中所記載的 太真王夫人 龍獄和肖屎 以及不少先人 或者是成龍飛升 或者是飛在天上 成龍奧遊 類似的記載都很多 四 在佛教文化中 龍是天界的生命 是八部眾生之中的龍眾 也是佛的護法 無二 中國古人對龍的崇拜 正是源於龍的神通 源於人類對神佛的信仰 而古籍之中 也多次記載 神龍顯然在人間 這樣更加加深了人 對龍、對神佛的崇拜 例如唐代的孫失誌 就記載了唐代一次龍現身人間的事件 有大規模的人群同時親眼目睹 不過即使中國古人對龍崇拜有加 但是從來都沒有人說過自己是龍的傳人 到目前為止 也都沒有見過什麼古籍有這個說法 因為中國人是神的子民 是炎王子孫 而皇帝既然已經是真龍天子 那就更加不是什麼龍的傳人了 而將中國人編成龍的傳人 是由上個世紀八十年代 那首流行歌《龍的傳人》開始的 而主要推手呢 就正是中共 中共為何要將中國人編成龍的傳人呢? 楊玲說 看下西方《聖經啟示錄》裡 所說的紅色惡龍 就不難明白了 《聖經啟示錄》第十二章 描述了一條凶狠、殘暴的赤龍 這條赤龍和他的使者 在天上與諸天神作戰 最後被斬 跌在地面 啟示錄清楚指出 這條赤龍名叫魔鬼或撒旦 是迷惑全人類的 聯想到中共的馬列祖宗 開宗名義指出 自己是可怕的 游當在歐洲上空的幽靈 前蘇俄說自己是紅軍 共軍也被稱為赤匪 所有共產國家的黨旗 全部都是紅色的 就可以明白 這條惡龍在人間對應的 正是嗜血和崇尚暴力的中共 而正是這條赤龍通過獸 幫人打上獸的基因 而這個獸 就是和魔鬼一起落地獄的通行證 對應在人間 就是入黨、入團、入隊 說起上來 中共要人變成惡龍的全人的目的 就是為了毀滅世人 現在這條赤龍 在另外空間已經奄奄一息 對應在世間的 就是中共正走向窮途末路 而作為天界神靈和護法的龍族 看到赤龍以及中共對人間的禍害 早已超出憤怒的極限 他們不僅在天上和赤龍作戰 而且幫助世間正義使者 挽救人類 清除中共的影響 因此2024年的龍行搭搭 是不是超視著上天的路易 到現在都未絕跡的瘟疫 是不是會加劇呢? 那不是中共的空笑 又是什麼呢? 柏克在1月26日的直播節目中說 2024年2月10日 標注著中國農曆農年的開始 事實上 中國的每一個生肖年份 都有一個特定的顏色 這是由中國傳統文化的 金、木、水、火、土 五種元素來決定的 所以今年的農年 是個青農年 我們再進一步解釋一下 也就是說 2024年是甲神年 這一年的地支是龍 天干是甲 五行屬木 所以也被稱為是青龍年 柏克說 在中國 龍被認為是具大力量和創造力的象徵 它屬於陽性元素 代表著幸運 因此 應該是充滿積極向前能量的一年 柏克說 在中國 中國的媽媽 總是希望自己生個龍寶寶 當然 我們中國人知道 馬也是非常受歡迎的生肖 柏克說 大家普遍認為 龍年出生的人 不僅會紅心勃勃 而且富有魅力 是天生的領導者 各方面技能都很強 而且被認為具有很高的智慧 是充滿熱情和自信的人 而這些相同的特質 也都適用於即將到臨的龍年 柏克說 這種強大領導力的理念 將會在全世界範圍內得到體驗 熱情 大量的能量和潛在的好運 就在我們身邊 我們也跟大家解釋了 今年五行熟木 所以柏克說 這個木元素為它增添了不同的效果 中國是紅龍 但是這條是青龍 當我們加入木元素的時候 在中國的生肖裡 木元素賦予給龍的特性 是生長、靈活性和創造力 當這些因素結合一起的時候 那就意味著 我們將會迎接一個強調擴張、創新、應付挑戰的一年 就像那些在這一年出生的人一樣 他們被視為具有強烈成功意願的個體 同時也對新思想、持開放態度 能夠應付生活中的很多挑戰 即使這些預測看起來相當樂觀 但是同時也有一些注意事項 因為並非每一年的龍 都代表吉祥寓意 青龍年也存在危險 這種巨大的能量也可能會轉變為傲慢 領導力的力量也可能演變成獨裁等等 因此我將會在展望2024年 青龍年的時候考慮到這一方面 我們來看看青龍年這些能量 會如何對世界事件產生影響 因為根據中國占卜專家的預測 青龍年將會充滿很多挑戰 特別是在國際關係之中 青龍年展示了紅心、勇氣和採取行動的特質 這些特質我已經描述過 但是它也可能衝動會導致侵略 也可能變得自負傲慢 這樣會在歷史上導致各種衝突 而這些衝突在龍年往往會加劇 因此它具有積極的潛力 但是也可以讓我們陷入困境 因此當我們預測未來的時候 也需要記住歷史 記住以往龍年發生的事 以及龍年是如何對世界大事產生影響的 過去發生過的事 今年可能會再次發生 我們可能會看到全球發生重大變化 動態變化 往往會令本來已經困難重重的局勢 變得更複雜 因此很多衝突都會加劇 例如烏克蘭的衝突 時間已經不短了 而在龍年 這種衝突可能會進一步升級 中東地區也是這樣 局勢一直不斷惡化 但是如果在這種情況下 投入更多的這種能量 衝突會不會進一步加劇嗎? 這些都是在我的預測中一直說的事 但是你要知道 即使我們看到有火上加油的因素 但是同時 這裡也存在革命性變化的潛力 因為龍年也代表創造力 應該是說 具有超凡智慧的世界領導人 通過新的方式和尋常的方法 可以找到解決問題的途徑 所有這些因素都可能發揮作用 成為積極的力量 但是我們也必須考慮到 龍年是一個更多能量 被投入到某種情境的時期 這樣也可能涉及到台海關係一直升溫 我一直都說 我覺得今年會爆發衝突 所以這也是另一個潛在的危險時期 世界可能不穩定 台灣海峽兩岸都可能正在為衝突做準備 因此在龍年要小心 根據以上柏克的講解 和古文裡對龍行踏踏的解釋 看來很可能是中共不想安分的一年 但是也是上天罰罪的一年 只不過無論中共怎麼走 最後的被天滅的結局 是不會變的 只不過是遲早的問題 當然 越有戰爭 它就越快完蛋 中共外強中干 戰爭是自取滅亡 希望這個不自量力的中共 快點行動 一朝烏龍擺尾 在2024年的春天 將自己掃死 好了 今天的節目就和大家聊到這裡 我們下次見